抓举比赛中,项燕梅的开把重量是110公斤 尽管有一名裁判认为项燕梅的阻壁有些问题 但是两盏白灯的亮起让这个成绩依然有效 接下来中国小将继续向114公斤和116公斤发起冲击 全部成功 116公斤也是项燕梅在国际大赛当中取得的最好成绩 在项燕梅之后,俄罗斯选手斯里文科和亚美尼亚选手达鲁斯洋还在举重牌上 达鲁斯洋三次试举116公斤都没有成功 只能接受没有抓举成绩的事实 斯里文科则在举起118公斤这个重量后摘下了抓举金牌 项燕梅收获银牌 停举式项燕梅的强项开把就是140公斤 尽管有些微晃,但是调整过后他完成了动作 第二把中国小将将重量一下子加了8公斤 这次更是惊险 好的 有了,站稳,站稳,好的,漂亮 哎呀,真担心刚才就直接跪下去了呀 除了项燕梅,就只剩斯里文科还在继续比赛 俄罗斯人最后一把也举起了148公斤 在总成绩上超出项燕梅2公斤 项燕梅放手一搏,最后一把要了151公斤 好的 来看上速 全力向上 哎呀 很可惜啊 太可惜了 由于体重不占优势和斯里文科同样举起148公斤的项燕梅 最终获得停举亚军 总成绩上 他也落后俄罗斯选手2公斤摘得银牌 我今天比赛其实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还挺满意的 因为赛前比了那么多赛 然后恢复的还没恢复过来 然后直接介入下面的比赛 然后膝盖也有伤 肩也有伤 所以这次比赛我觉得还可以吧 挺满意的 没拿到冠军啊 但是有点遗憾 但是就是说 从他一个年轻运动员的话呢 在这种场合上这种拼搏的精神呢 我觉得还是很可贵的 简单回顾一下刚才的比赛 虽然只是三枚银牌 但是下面这三枚银牌 确实非常的让人觉得是可喜可贺 毕竟这个小将呢 目前只有19岁 而且是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 就能够表现出这么良好的参赛心理 而且呢因为年轻 还有非常大的这种上升的 上升的这种趋势 自己本身的这个潜力也非常的巨大 而且上级心很强 刚才他的教练已经说过了 他下来之后 说只要自己刻苦训练的话 一定能够赶上自己的对手 那看来呢这个级别呢 在刘春宏之后 我们终于有后备力量 能够逐渐的赶上来了 是虽然收获的是银牌 但是向燕梅已经超水平发挥了 那让向燕梅超水平发挥的 正是金牌获得者斯里文科 而他呢也是我们的奥运冠军 刘春宏的主要对手 我们的专校记者 对斯里文科进行了专访 但是这个困难呢真不小 当然 当然 我怎么说 当然